最后如果你不是程式写完 开发雷里面有插入什么 表单控制上有个按钮 就是左上角这一个 按下它之后 十字往右下拖拉 大小由你自己决定 放开之后它会问你说 你要按下按钮之后 要执行哪一个SARP 反正SARP就会在清单出现就对了 其实SARP在VBA里面也叫聚集 所以有东西说老师这边不是叫聚集吗 为什么你这边叫SARP 一样的东西 只是我也有很多时候 就是喜欢取一些奇怪怪的名字 反正这个名字感觉好像都不一样 可是实际上都一样的东西 反正你知道聚集就是SARP就对了 OK 然后我们就指定因为我是年龄判断2 然后我上面的名称叫按钮2 为了要把这个名称拿过来 所以我的习惯是会把这个年龄判断复制一下 按确定就好了 那因为我刚刚有复制嘛 所以我把这个上面的名称贴上 年龄判断就OK了 这个时候你把游标移开 这样就OK了 那你就是在这边输入 比如说你更改一下 32岁 好然后你就是按一下年龄判断 看看这边会不会变动 不会变动 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撞了 改一下 66岁 好按一下年龄判断 不过游标要点一下旁边 按一下年龄判断 老年变更了 OK 当然 其实在VBA里面 不只是这样 它还有提供一个更厉害的功能 那个功能叫做表单 表单这边没有出现 按右键 插入 刚刚插入模组 模组另外有个制定表单 那这个表单什么作用 就是如果你觉得 直接在以色列里面输入 感觉还不够专业 你希望跳一个什么 有点像我们一般的视窗 一个Windows 你可以在上面填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制定表单 那这个制定表单你可以怎么样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在上面 先按Label 这个是Label 那Label上面名称就是 比如说请输入年龄 你可以让人家的话 输入 这边可以翘 可以在这上面 去 这个Caption标签 可以让它出现 请输入年龄 它字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字乎此类的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然后这边一个 请输入年龄 这边的话 请输入 这个就平均 这个就平均 Caption标签 我改一下 然后让人家输入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改一下 这个A小A小B是输入 输入 然后一个 两个 然后最后在这边 再加一个按钮 确定 或者输入之类的 假如这样 其他可能再做美工一下 然后把它 跳出来 有没有 就可以填 填完之后就输入了 而且甚至可以把 以色列当资料库 就是以色列的工作表 是储存资料 有没有 你填完 Enter 填完Enter 就可以有点像 可以做成进销存系统 只是现在栏位 只有两个 太少了 如果你未来很多栏 你就一直往下做 然后输入输入输入 Enter 来自就输入进去了 Enter 就输入进去了 那你也可以做什么 查询 修改 删除 那些都OK 所以也就是说 你真的要实现什么 把以色列当资料库来用 这边都已经符合 完整的功能给你 只是说大部分的人 好像对这些都不太熟悉 然后会去学一些 很复杂的东西 其他工序也办得到 只是说 我是觉得 这边这个东西 已经够简单 而且它已经都提供给你了 那只是说这些后面延伸的东西 请各位 如果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找相关的 这个资料再去看 OK 好 那试一下 按钮应该没问题吧 按钮 OK 在这边 好 那待会的话 请各位再试试看 就是下一题的话 就是成绩了 ABC 这一题也许比较简单 请各位就自己再练习看看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要向前再推进 做一个什么呢 计算BMI 的一个小程式 那这个BMI的小程式 请你Google一下 Google BMI BMI 我们Enter一下 你会发现 第一个 这边有什么 BMI 第一个 第一个吧 计算 这个 这个计算 那这边就有相关公式了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再写一个计算BMI的小程式 OK 那你应该在Python里面该怎么写 反正第一个我们Input嘛 OK Input的话你要跟他讲说 请输入身高几公分 请输入体重 OK 然后我们有他的身高跟体重 然后告诉他说 他的 先输出什么 他的BMI多少 OK BMI公式在这里 他的什么呢 体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身高平方刚才有嘛 乘乘 二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他的BMI 不过身高的话呢 要用公尺 不是公分 所以你必须要把他输入的公分 再除以100 变成公尺 才能算出正确的BMI 那算完之后呢 底下有评语 比如他BMI呢 如果小于18.5 那就过轻 18.5到24算正常 那异常的话就有过重 轻度肥胖 中度肥胖 跟重度肥胖 所以他没有一个逻辑 两个三个 四个五个六个 哇比刚刚还更复杂 他程式该如何撰显 其实 基本上你拿 刚刚写完的程式拿来 修改一下应该也OK 只是说多一个条件 比如身高再多一个体重 英部80变两个 所以需要两个变数 那 这边的话 请各位先想想看 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下 如果自己可以写出来 那恭喜你 以后你写东西应该就会更加的得心应所 试试看 那另外好像你们也有那个最后会需要做个专题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你对什么样的题目比较感兴趣 OK 那至于要怎么去呈现 也许就是我们上课讲的这些实际的案例 那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漂亮一些些吧 不要只是说做个BMI 这样就混过去了 你可以至少 比如说至少后面有资料库吧 可用的啦 但是也不要想天马行宫自己都做不太出来的 那也不需要为难自己嘛 OK 可以想想看 因为其实像这种课程 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实作 等到你会了之后 其实很多问题都变得比较简单 就怕你都没有动手 用眼睛看诚诗 这种一定学不好 OK 试一下